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概念,我是Jacky 這次呢我們來介紹新到貨的愛麗塔 那這隻愛麗塔呢,你可以看到配件其實就是一套橡膠的衣服 那這個是可以套進去的 然後一雙鞋子嘛,因為換衣服總要有雙鞋子,因為它這邊是打赤腳 然後再來手勢呢就是很單純的兩對手再加上一個握劍的手 所以就是它有一把劍或是刀,然後再來就是一個算是心臟吧,或是核心 好,那這個是拿在另外一個手上的 所以嚴格來說呢配件並不多啦,可是地台還不錯 至少比原本的那種自製式地台來的稍微豐富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岩石地台,那這個地台雖然之前也是其他的場景或是其他的角色有出過 不過至少比原本的那個陽春的地台來的好 然後再來呢又附了一個這個是可動眼,可以斑的 好,那這是愛麗塔的所有配件喔,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本體 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頭雕喔,我個人覺得頭雕的還原度還挺不錯的 就是臉上的上色,然後跟真實質感 其實都還蠻還原真人的感覺齁,那我稍微轉一下,那這隻呢 基本上呢,它是半CG動畫做的啦,因為真實的人眼睛不會這麼大嘛 那它為了還原就是動漫的感覺齁,所以把眼睛做得很誇張然後你可以看到 但是呢,我覺得這眼睛雖然做得比較誇張一點,但是它還是不失就是那種漫畫的風格 然後與真實的融合齁,所以我覺得整隻完成度的感覺其實是非常的好 然後呢,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它不是指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膠髮的部分 那膠髮的好處當然就是比較好保養啦,不過這個膠髮就是有一點點呆就對了 它的髮型的關係齁,就有點像西瓜皮 好,那我覺得是這個原因,然後另外一個做膠髮的原因 我覺得是因為可動眼的關係齁,它為了讓它可動眼比較方便動的話 所以它做了膠髮,因為可動眼必須把頭髮拿起來,頭髮是一個磁鐵啦 你拿起來就可以,然後你就可以去用那個桿子去撥動可動眼 所以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因為這個關係,所以它就是做膠髮 那以上當然是我判斷的啦,並不是官方說的齁 那就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可動眼跟膠髮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上半身 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上半身齁,那這隻呢其實它是機械的內構齁 所以它還呈現機械的感覺,所以它關節都是裸露的,並不是做包膠的 包含肩膀上面的關節的效果 所以其實這邊都是關節,你可以看得到很明顯的關節裸露 那我覺得上色的質感還不錯,然後摸起來有一點點黏黏的 一點點啦,並不明顯,但是 但是呢,就是你還是可以感覺到有一點點黏手齁 那可動我覺得一般啦,因為它可以做成機械感 雖然表面上素體是完全沒有被打到 被擋到,然後這是手平舉的效果 那手轉360度當然沒問題,然後抱胸的話呢 往前轉的時候你可以發現就是 大概可以呈現就是手這樣子交叉的部分 好,那你要抱胸的話基本上有難度因為被胸部卡住 好,那這個是抱胸,好,但是往前的活動還不錯 好,然後呢再來就是 手 好,那因為它是一個比較瘦弱的女生啊 就是電影當然是力大無窮 不過它身體是屬於比較瘦弱 然後頭呢就會覺得有一點點大 不過這個是電影設定的比例 因為在漫畫裡面其實也是這樣子啊 好,所以 手的彎曲你可以看到可以做到不錯的彎曲程度 然後上面的手腕的細節也還不錯 那我說可動比較差的就是腰部 腰部的可動就比較差了 好,它沒有辦法做 太大的腰部的可動 好,所以腰部呢幾乎呢就是不太能動 你看我去 關它的時候 好,你可以看到腰部幾乎不太能動 那左右也一點點角度而已 好,然後轉身 稍微比前後跟左右好一點點 好,但也沒有到很大 好,所以前後彎曲跟 左右彎曲都大概五度喔 然後轉身可能大概十度 所以腰部的可動算是比較 全身的可動裡面算是比較不理想的 那再來就是腿了 好,那腿的可動呢 你可以看到雖然關節完全裸弱 可是它沒有到完全可以劈腿的狀態下 好,這個打開 這樣子角度是最大的 那前後的角度呢 至少比一般的人偶好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前後是可以劈腿的 因為一般的人偶會被後面的屁股所擋住 那艾依塔這隻呢就是 屁股會跟著轉 好,所以基本上你不會被屁股擋住 好,所以大腿的活動呢算是少數人偶裡面 很好的一個活動 然後再來就是膝蓋 那膝蓋這邊是雙重關節 所以你可以看到得到很大的可動 那腳踝的貼地呢 還可以沒有到非常的好 但基本上你只要不要傷的太大 基本上它還是可以做貼地 因為它是一個 一個插銷插進去 然後你可以左右轉 好,那不過在轉腳踝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 以免把那個插銷斷掉 這是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前腳掌 有一點點關節 你可以看到前腳掌可以 可以翻起來 好,這大概就是它的全身 的一個可動了 那接下來我們稍微看一下 它的 配件喔,雖然我 我個人蠻喜歡它這個機械骨頭的 機械骨架的一個 感覺喔 但是它配件真的有一點點少 然後再來 嚴格來說就只有這把刀 好,是它的配件 然後刀的質感不錯 就是後面這邊是消光的 然後前面是光澤 然後金屬 呈現刀鋒的效果 也還不錯 然後還有一顆心掌 好,那這就是 它拿在手上的 那再來是它 腳可以 可以換成鞋子 好,那這個你可以拔起來 好,你就可以拆下來 然後換成鞋子 那換成鞋子之後它就會 會長高 你可以看到這鞋子其實 還高蠻多的 好,所以換成鞋子之後呢 它整個人就是會 會長高嘛 不然不然 不過女生都穿高的鞋子 好,這 還蠻正常的 所以換成鞋子之後 整個腳是會長高的 然後這個腳我還蠻喜歡的是 它把關節上面是分開的 好,所以它不影響你的可動 所以換成鞋子的可動 反而比 原本的腳踝的可動 還來的更好一點 不過換鞋子你就變成 一定要穿衣服 不穿衣服 只穿鞋子那種感覺 也還蠻怪的 好,那這個就是所有 它的可動 的介紹了 那衣服的部分 我不會讓它換上去 衣服穿上去其實不難 就是褲子就直接套進去就好 然後衣服後面有個拉鍊 你可以拉上去 那它是有點像 橡皮的一個景深衣的衣服 那第一個呢 我覺得穿上去沒有 沒有比較好看 第二個呢 就是它的這個漆摸起來 有一點點黏黏的 我怕穿上去之後脫下來會掉漆 就是漆會黏在衣服上 所以我是沒有打算要把衣服穿上去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這個衣服呢 雖然有送 但 我覺得我自己在擺設的時候 穿的機率比較少 好,最後我們來看全身的轉轉熱 最後呢 我們來看全身的轉轉熱 好,那這隻呢 算是我最近收到呢 算是比較驚豔的一隻角色 可能也是我比較喜歡 一般就是機械混合的部分 然後加上女友 它剛好滿足我的需求 就是是女友 那我又是有機械混搭的部分 然後機械的質感呢 跟全身的結構呢 又有那種鋼鐵人的架構 好,所以呢 是我還挺滿意的一隻角色 然後包含它的可動眼啊 包含皮膚的感覺跟頭雕呢 我覺得都處理得非常的好 那唯一可惜的就是只有我說的就是 那個 指法 好,就是它不是指法的部分 好,就是我覺得 呃,在這隻上面 是稍嫌 可惜的一個地方而已 好,其他呢 我覺得都 算是 個人 覺得已經算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如果喜歡愛麗塔 或是像我說的 喜歡機械結構啊 或是喜歡女友風的感覺 那這隻真的是強力的推薦 那 那 只是呢 那衣服我就不換了 所以 衣服因為是橡膠緊身衣的感覺 好,所以它可能會黏住漆 這個剛才有說過 那你如果自己真的要把衣服穿上去的話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我說的 這一點 就是不要就是 漆被衣服黏住 到時候剝下來的時候 它可能漆黏在衣服上就會 產生一些掉漆或是剝落 好 那我覺得要呈現整個肌肉的質感呢 其實 它還是不穿衣服比較好看 並不是我喜歡女友不穿衣服 好 那就這樣 那這一隻呢 在這裡推薦給大家 那也謝謝大家 收看這次的大等玩具開箱 那覺得不錯的話 就幫我多多分享按讚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愛麗塔之大等玩具開箱 再見